竞争议论坛 您召集人 还有我们彭秘书长 还有我们谢副秘书长 在座各位贵宾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晚安 大家好 这个你抱歉啊 这个因为今天我一个干部同仁结婚 要我去跟他做证婚人 所以啊 我只好跟我太太陈思珠啊 这两个人分工合作 那么他先到这里来 那么刚才秘书跟我讲 说他好像为了这个栽后募款啊 有拍了一个意卖 是吧 但是好像稍微小气了一点 是不是我可以再加码一点 可以是吧 我再加20万好不好 这个台湾竞争议论坛啊 跟一般的论坛不一样 就是一般的论坛 有很多都是学术上 只有以学术上来评论 或者是来做研讨 那么这个台湾竞争力啊 要能够比其他的国家 甚至于对岸还要好 最主要就是要有创意 那么刚才我进来才看到 有一些创意的舞蹈 那么确实做到 我们台湾竞争议论坛啊 不但是在学术理论上做到了 在实际的行动上也更做得更好 所以啊我在这里要表示 对我们台湾竞争力论坛 林建武教授跟各位贵宾啊 你们的努力表示敬佩之意 那么也因为有你们不断的努力 所以台湾才会有竞争力 如果台湾没有竞争力啊 凭我们三万六千平方公里 两千三百万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很快 就会像这一次的风灾雨灾一样 像小林村一样 很快就会被淹没了 如果我们台湾没有竞争力的话 很快就会被淹没 所以我们要我要代表说 工商业界很感谢我们林教授 跟这么多的教授啊 这么努力来为台湾的竞争力的提升 努力 那么在这里表示感谢跟致敬 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也希望我们的在后 能够赶快复健成功 谢谢大家 谢谢 再次感谢我们的 欢迎董事长 各位在座的召集人 各位论坛的好朋友 各位今天的表演 我们郭淑珍 郭淑珍跟他的创意舞蹈团 还有我们总职乐团 非常感谢大家参与今天的晚会 我在这边宣布 我们今天晚上总共募款的金额 刚刚加上了张理事长的20万 我们总共募了43万 大家以热烈的掌声 谢谢大家 再加7万 再加7万变成50万 凑得50万 感谢感谢感谢 那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丰盛的餐会 我们也特别谢谢我们郭淑珍 跟他的这个舞蹈团 非常精彩的表演 我想台湾未来的文化创业产业 文化创意产业有希望的 就靠你们 我们也非常谢谢伟大宗老师 跟他的这个总职乐团 表演得非常的好 非常感谢大家 也非常感谢我们的 今天晚上的节目 那最后也祝大家 这个身体健康 欢事如意 谢谢